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之作 桑塔纳是最早进入五国的汽车品牌之一 在八九十年代能拥有一辆桑塔纳 那可是会被十里八乡的人羡慕的 不过随着汽车的更新换代 最早进口那批桑塔纳也早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如果有人想一睹它的风采 只能去博物馆看看了 在上海有一个专门收藏旧车的汽车博物馆 在这里就保存着一辆桑塔纳 虽然已经过去的很多年了 可是最早那批桑塔纳在设计上依然可以堪称经典 而现在很多轿车流线型设计不同 早期的桑塔纳外观十分的方正 而且和现在汽车多元化的设计不同 桑塔纳不管是车灯还是进气格山都是长方形的设计 看起来非常的中规中矩 虽然在外观上这样车已经有些跟不上潮流了 但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它是一辆非常磨蹬的车 最初的桑塔纳是一辆血统纯正的德系车 零件全部进口 性能也很优越 它的最高时速能达到150公里每小时 就算放到现在也是完全不输的 虽然初代桑塔纳已经退出历史了 桑塔纳这个汽车品牌也走过了它的全盛期 可是小编相信 这个被消费者打造满意车型的汽车品牌 一定能在未来重新大放异财